保镖呼送下美国前总统川普 美东时间15号走进纽约曼哈顿法院 他的封口废案审判正式展开 川普也一如往常高喊遭到迫害 这是美国史无前例 首次针对前总统展开刑事审判 尽管川普的律师团队曾经提出延后开庭 但遭到法官拒绝 检察官指控川普未遭记录 掩盖2016年大选之前 向艳新支付封口费 最终在川普否认指控下休庭 预计审讯将持续到5月 川普离开法庭时还怒向法官找他麻烦 而当天并未成功选出陪审团 因为在第一批宣誓的96名陪审员人选中 至少有50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公平公正 因此遭到免认 还有另外9人也提出理由表示无法任职而离开 外界分析领选程序将相当耗时且具争议性 不仅因为涉及专专业金融知识 同时也因为川普评价两极 出听同时川普也忙于竞选 他近期一改拒绝态度 不断向拜登喊话 要求提早进行大选辩论 但拜登阵营以示担忧 同台可能会提高川普的声量 迟迟为正面回应 没想到美国包括CNN 福斯新闻 美联社等12间主流媒体 14号也发布联合声明 呼吁两名候选人选前遵守传统 进行辩论 似乎也能看出川普的不按牌理出牌 让选举充满变数 登选国际中心综合报导